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 大总管 奴才在 宣吧 宣旨 转天承运皇帝诏曰 太子先世聚国蒙哀 储君当立 社稷千秋 允文为皇家长孙 人孝敦厚 聪慧灵敏 勤奋好学 利益周全 阵奉刚长 顺承天意 自立朱允文 为皇太孙 以继大卫 亲子 皇上圣名 皇上圣名 都平身吧 谢皇上 打征齐来 燕王 听旨 儿臣在 朕 封你位 征北兵马 大都督 统帅 十七位兵马 正好 昆天 墨尔 达达 逆裸 燕王殿下接起 炎王殿下接起 抵御激战 死伤惨重 皇上 父皇 让儿臣 马上赶到边关 将来犯之敌 一举兼之 好 燕王接旗 儿臣领旨 谢父皇 将士们 听令 你看看 这八百里快报 居然没有燕王府的编报 迅速准确 这是为什么 什么操之过急 是你操之过急了 还是燕王操之过急了 误了朕的大事 你知不知道 皇上 老奴只是遵守刚常而已 如今目已成舟 纵然是千错万错 老奴以为 这是天意呀 混账 朕是天赐 朕之意难道不是天意 难道你们的意见成了天意了 还反了你们了 鸽子 受伤了 好可爱哦 小江湖 你不飞走就和我一样 永远被囚禁在这里了 你在跟谁说话 黄一娘 是黄太僧殿下 你刚才说什么 好可爱的鸟啊 再可爱 也是一只龙中鸟 黄姨娘 你不信公来我叫你姐姐 你进了宫我就只能叫你黄姨娘 真是造化弄人 你就是一强之格呀 莫非 黄太僧殿下也想做只自由的鸟 你别叫我黄太僧 你就叫我文儿好吗 我也不叫你黄姨娘 这叫姨娘可好 我已经派人去取你的七贤情了 寂寞了 你可以到我的书房里来 我书房里有好多好多书啊 带你去看看 走啊 姨娘 走 怎么成这样了 谁贴的 在下 朱允文师爷 这满墙的诗词 都是我在这几天里写的 我给你念念 这首啊 谁将玉枝架 掐破碧天痕 隐落江湖里 蛟龙不敢吞 姨娘 你猜猜看 里面写的是什么呀 一定是看了昨天夜里的月亮 只是个上弦月 你就说 是新月被谁掐去了一块 月影而落在水中 不是蛟龙不敢吞 而是不能吞 对吗 对对对 姨娘真聪明 我写的就是昨夜的新月 写得怎么样 殿下的诗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谁不知道 黄太孙殿下是大明王朝的一大才子呢 只不过 不过什么 文案日后是要当皇上的 将来龙遇天下 而这些诗文 只不过是些雕虫小技 不作严吧 我才不要做皇上呢 烦不烦呢 我就这么 引之书房小院 陈于汉墨诗简 写诗作词 那又多好啊 自由自在 海阔天空 高兴了呢 我就对花吟唱 悲伤了呢 我就对月感伤 悲欢离合 尽在彼端 喜怒哀乐 悦然纸上 如此人生 方不辜负了我平生之愿 我才不要做那个什么 无趣的皇上呢 说什么呢 简直是一派胡言 妙云叩见皇上 皇爷爷 朕刚刚策立你为皇太孙 你就在这里嚷嚷的什么 不要做皇上 我看你是吃饱了撑的 连皇上都不想做 你要是真不想做 朕现在就废了你 你看看 你看看你写的这些狗屁都不值的东西 是不是你看到这些东西你就高兴了 你乐了 你乐了就给我回凤阳老家种地去 那里山清水秀 比待在宫中自由自在多了 你可以自己打凉自己吃 皇爷爷 文尔实在是不堪当此重任 怕让皇爷爷失望 让臣民们失望 孙儿有一句话 一直想对皇爷爷说 你说吧 皇爷爷 常说 文尔太过温弱人柔 少了一份统御天下的雄心 那既然如此 皇爷爷何苦让文尔做自己不能做 又不愿做的事情呢 你如果是平民百姓家的凡夫俗子 你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但是你不是 你是皇子皇孙哪 将来是要当皇上的 你不能做不想做的事情 多着呢 但是你必须去做 而且要下了狠心去做 明白吗 我说你这个皇子诚啊 你看看 你带出什么样的学生来 你真是辜负了 朕对你的厚望啊 臣知罪了 皇太孙殿下 你起来 把这壁上的诗词 全都给扯下来吧 先生 听老师的话 老师 皇太孙殿下 和他 你这上 非常好 你 eron 那 你 他 你 关 在 把朕的江山给淫霉了 看着他 让他都扯了 是 可怜风化雪月 小桥流水 纵使赖若书霞 凌云见闭 终将魂 花成烟 花成烟 就这么 飘走了 少了少了 欣如人 心消害你 戴魂灵是不灭的 屎魂更是不灭的 是吗 姨娘 若是青山收去 流水重结 还留得相思一点 姨娘 你真是允闻的知音啊 一个人 他不能拥有自己心爱之物 还要亲手去毁掉他 这个子文 哪里是一个爱自了的 是啊 哪里是一个爱自了的 黄姨娘 今日我才明白了你 黄姨娘 知君命不熬 同病亦同忧 但令你一顾重 不令百身轻 这些诗句 既然是文爱的心血 就不要让它吹散了 我们把它埋起来 做一座诗种吧 诗种 太好了 自古有爱花之人 把落花葬了做成花种 又有文人默克 把心爱的笔墨葬了 做成了笔种 还有人死在课地 只带衣冠回巷 就有了衣冠种 这普天下 偏偏就少了诗种啊 只可心里有诗碑 要不然 倒是可以长长的平调 不必了 不必了 这诗碑 就缩在我和姨娘的心中 殿下 你呆呆的在想什么 我的母亲 你的母亲 我现在的母亲 不是我的亲生母亲 我亲生的母亲 在我出世的那天 就离开人世了 今儿个晚上 她仿佛又复活了 在你身上复活了 你像我的姐姐 又像我的母亲 那天 你没有抬到父王的秦宫里来 或许 或许 那又是另外一种命运了 每个男后 和姨娘的美人 走 能让她吗 你还能忍耐 如果想着 那多个人 你親治的愚胁 你一點 来 我家里 我家里 还没因为 我家里 远儿 文 文儿不敢 门儿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是根离杖啊 这是朝廷 朝廷你懂吗 这 这根离杖跟朝廷有什么关系啊 你把它捡起来 黄爷爷就会告诉你的 捡 捡起来 我说温儿 你怎么总是长不大 你看看你让皇爷爷多为你操心 是温儿不好 温儿把朝廷给丢了 好 朕告诉你 这些离杖上的硬刺 都是朝廷当中那些 跟朕打下了大明江山的元勋肃将 有他们在 你是拿不住 黄爷爷 我还是不明白 那也怪不得你 你还年轻 太嫩 黄爷爷太老了 饱得都快入土为安了 黄爷爷 你千万别说这种话 温儿唯愿黄爷爷龙体的安康 长命百岁啊 长命百岁黄爷爷是不可能了 不过 难得你还有一份孝心 黄爷爷没有白疼你 黄爷爷 黄爷爷千万别这么说 请黄爷爷以后别吓温儿了 别吓温儿了 你不要吓温儿了 嘘 哽 你再拴散 要告诉你的是 朕和你 都是帝王之身 如果说 这天下是一座高山 朕和你就是山顶 如果是无比的沧海 朕和你就是朝头 普天之下 唯一我独尊 绝对不能轻看了自己 明白吗 多谢皇爷爷明示 我那儿 好像有点明白了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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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你们 让皇上亲自来 是 方天成运 皇帝诏约 四里门中自行了断 皇上老臣为你尽忠了 封筹 封筹残年的朱元璋 为了让皇太孙朱允文稳稳坐上龙子 变得格外残忍多余 决定杀 决定杀 与他一起创建大明王朝的所有人 决定杀 将人请 决定杀 身上不宝 封筹 老 AO 以后 职记 也在证明不孙子 会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魏国公与皇上是结义兄弟 皇上叫魏国公二弟 这个面子皇上不会不给吧 那好 老夫和你一块去见皇上 乘服罪啊 乘服罪 乘服罪 快走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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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些高奴才 臣拜见皇上 二弟啊 你看看你跟朕又何必多礼呢 谢皇上 你也不必多礼了 谢皇上荣恩 二弟啊 到朕有什么事情要说吗 禀皇上 臣是为薛祥求皇上来了 你是不是觉得朕错怪了他 薛祥有罪 皇上挺仗三百并不为过 只是臣以为 薛祥有功于朝廷 罪不至此 望皇上 你看看你看看 你误会朕了不是 朕只不过是想教训教训他 怎么会要他的命呢 皇上圣明 大伙儿都是跟皇上 患难于共的弟兄 杀了薛祥 含了众兄弟的心呢 朕是这样的人吗 皇上不杀薛祥 皇恩浩荡 朕对皇上竟负有加 二弟 来 今天朕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饶薛祥一命 谁让你是朕的生死之交呢 你的话朕可不能不听啊 皇上如此厚待臣 臣感激不尽 来人呢 在 传朕口谕 即可到大牢里放了薛祥 让他安心养病 所犯之罪 既往不咎 是 皇上 不好了 皇上 大事不好了 出了什么事了 锦衣卫禀报 薛祥刚出了皇宫 还未知大牢 就在车上咽气了 什么啊 这 哎呀 怎么会是这样呢 朕刚刚说放了他 他就咽气 哎呀 看来实在是 薛祥没有这个福气啊 你最近 有听他们在下面说我什么了没有 灰皇上 奴才没听到什么议论 哼 这些人倒学乖了 都不讲话了 哎 皇上龙危所急 大臣们都扶着呢 嗯 你先下去吧 是 皇上 白天 刘伯温哪 刘伯温 朕怎么能把你给放了呢 你这位上至天文 下通地理的高人 足智多谋 适才傲物 你从来都没有把朕放在心里 可是朕对你却看得很重 朕所有的心思 都满不过你 现在你辞官还乡 简必是在家里过的 是逍遥自在的很了 皇上有旨 传刘姬进宫见驾 草明刘伯温领旨 有劳公公 草明吉日启程 爹去多久 放心 不出三个月 爹自会回来 是 爹 朕应该地 能损出 我 爹 只能损出 解决 许 你 刘伤 你爹身子够壮着呢 爹还是小心点为好 孩儿都替你担心死了 亏你啊 还是个大男人 小提大做 你爹久战沙场 什么伤没受复 还怕这么个小东西不成 爹 皇上一再交代 这搭背这剂鹅肉 你可千万要记住啊 知道 生了搭背再吃鹅肉 就会毒发身亡 你爹还不糊涂 爹 爹 不好了 皇上又把廖永忠给杀了 廖大人死了 他犯了什么罪 皇上只说 要拿廖永忠问罪 廖永忠就在家上吊自杀了 皇上一连杀数十个大臣 再这样下去 不是要把大明的元勋宿将都杀光了 皇上这样做 必有他的道理啊 这说得对 像廖永忠 薛祥 仗了自己是功臣 平日里胡作非为 皇上痛下杀手 乃是整肃朝纲啊 大哥 你怎么还没有看出皇上的用心呢 那你说是啥意思 依我看 皇上是有意为之 他们都是大明的元勋宿将 要是把他们给杀了 那又怎么样了 好了好了 都别挣了 可是爹 爹 孩儿替你担心哪 你乃开国第一功臣 皇上要是真有那种心思 他对爹你 放心 当年你爹跟皇上 可是八败之交 爹 你怎么这么相信他 他是皇上 也是你爹的大哥 你爹不可不信哪 这不是刘先生吗 快挺叫 刘先生 你爹不可不信哪 这不是刘先生吗 快挺叫 刘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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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公爷啊 幸会幸会啊 刘先生怎么到京城来了 皇上下旨 赵老朽回京啊 是皇上的旨意 是皇上的旨意 这不 我这个草民 就只好自个儿走来了 前生气责浅家 莫非是病啊 老咯 不中用咯 郭公爷 刘先生 多时不见 头发都白了 郭公爷倒是不见老啊 刘先生身体健安 不妨先到老夫府上 调理调理 休养几日 郭公爷一片诚意 老朽 老朽 心灵了 可是 皇上召见 不敢磨蹭啊 刘先生 你这身体去见皇上 只怕不妥呀 还是到老夫府上休养几日 老夫明日奏过皇上便是 请请 郭公爷 郭公爷盛情难缺 也好也好 来来来 请请 皇上 刘伯恩一来到京城 现在就在徐达府上 什么 刘伯恩来到了京城 不来见镇 反而留宿在徐达府上 倒是多多怪事 这事真是蹊跷得很啊 皇上 人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啊 这两个人凑在一块 也真是的 这个刘伯恩和徐达两个人 如果他们两个人合在一起对付朕 会怎么样呢 徐达刘伯恩一武一文 智勇双全 这只怕天底下是无人能敌了 老夫 罗塔克斯 自然皇上是能降渡着他们的 有朕在 又没有他们两人的份 是 皇上 起来吧 起来吧 皇上 这刘伯恩现在还在徐达府上 皇上打算 不去管他 朕倒要看一看 徐达 朕的二弟 究竟想要干什么 好 今日就议到这里 启禀皇上 老臣还有一事请奏 为国公有话 那朕不能不听啊 皇上下旨 找刘伯恩刘先生回京 刘先生现已到京城 就住在老臣府上 是吗 这刘先生怎么住到国公府上去了呢 你 徐达府 他 我 你 你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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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先生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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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公爷 你也坐 方上请 朕是听说你身体欠安 所以朕特意过来探望探望你 怎么样最近 吃了点草药 好多了 不过我看你还是大不如从前了 你看头发也白了 气色也不大好吗 草民只是受了点风寒 并无大碍 不过朕要说你啊 到了你和朕这把年纪 这个身体可马虎不得 这些比较可马虎不得了 这些仇秀的东西 大人可不得了 很不得了 这些仇秀的伟奋 能否有点 甚至于做了这些仇秀的 你也不得了 在我身上 全部都不得了 江湯 是 那些仇秀的仇秀的仇秀 爹 还请皇上明示 刘爱卿聪明过世 怎么今天装起糊涂来了 糊涂了 糊涂了 皇上 刘先生 当初朕恩准你回乡 可是你呢 竟然不辞而别 偷偷地溜走了 都不给朕一个送行的机会 你说这个账该不该算呢 皇上说的是这件事啊 六某当年辞官就是一介草明了 既然是草明 岂敢惊扰皇上是以不辞而别 不管是什么理由 这笔账朕是一定要跟你算的 今天朕为你设宴 就是助你身体康健 这些天来 草明在宫中给皇上添了不少麻烦 草明在这儿谢过了 嗯 嗯 诶 朕可是说过了啊 要连罚你三大杯 来来来来 好 草明虽不胜角力 皇上盛起不可不合 不可不合 草明虽不胜角力 皇上盛起不可不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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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刘先生你看看 转眼之间你我都老漏 这个酒是喝一杯少一杯啊 草明祝愿皇上 万寿无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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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咱们这个仗就一笔都勾销了 啊 这么说 喝了这杯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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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皇上 日理万机 草明在宫中 只怕给皇上添麻烦哪 哎呀 你这说的什么话啊 你我是谁啊 是老兄弟了 啊 我们不说这些 来来来 喝酒喝酒喝酒 啊 那 皇上 吧 草明恭敬 不如怂命 哎呀 爹 你就别担这个心了 那 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明日早朝我就向皇上起奏 由我领兵北上讨伐北渊 爹这一集圣庙 北平是燕王的领地 爹到了那儿 既可以避一避朝廷的是是非非 又可见一见大姐 这真是两全其美啊 王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好 诸位爱卿都请平身 谢皇上 启禀皇上 老臣得知燕王急报 北渊陈兵数十万 企图进犯我大明 军情紧急 关于这件事情 朕已经知道 朕正想召集各个爱卿 来商议此事 老臣同管北方军务 对那儿的军情最为熟知 今日特奏请皇上 老臣愿赶赴边关讨伐北渊 以保朝廷安宁 是朝廷无忧 国公爷年岁已高 仍在为国家分忧 朕应该谢谢你 老臣不敢 老臣请皇上恩准 国公爷的心情 朕自然理解 不过 你的身体 朕是非常担心的 国公爷 乃国家功臣 应当保重身体为要 臣奏请朝廷 另选将帅前往 就是啊 国公爷 毅时有道就离了 不在京城两定了吧 是啊是啊 国公爷 这么多人都苦苦地挽留你 你就不要去了吗 皇上 老臣在漠北部房已有十年 各路将领攻防战术 老臣熟知于心 不是老臣夸口 此次军务 非老臣亲往不可 虽然国公爷 如此苦苦恳求 好吧 那朕就只有准奏了 谢皇上 国公爷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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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爹 孩子 你又要出征了 爹一生荣马恐走 没有胀大心里难受呢 爹 你别说 玉儿知道 你为什么要离开京城 别瞎想了 爹最大的汗室 就是把你生得太美丽 太宗慧了 爹 你不要为我担心 这皇宫 挺好的 玉儿 也习惯了 孩子 好自珍重吧 爹 你要是到了北平 替我向大姐和燕王问好 就说 妙仪想他们 我会的 爹 让女儿送你一程吧 走 徐达呀徐达 你跟朕交情最久 因此你也最知道朕想些什么 所以你现在是想溜了 朕虽然不能亲自去送他 但是为了表彰他对朕的忠心 朕 特备了一份厚礼 赐给魏国公 以表示朕的一点心意 奴才明白 奴才这就去 这份厚礼 非同小可 你一定要让魏国公务必地收下 是 皇上 是 皇上 走遍 唱吹的黄河青山 走遍 浩瀚的河里黄澜 走遍 遗憾 迷暮的水像江南 谁能走遍 千秋寒淡 敲响 谁走遍 光源的满河 我已经远远 终活的岁月 我已将有限的圣地搜遍 我要把装置 任何高山 周遍 平安 我要总把 放眼光浪的水强热 我无间穿落 青山 越过人间的名和悲欢 越过城牌的寄流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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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天才 谁能远过日 初日落一天 那无边无尽的遥远 遥远 遥远 周遥远 封寒 封尾